欢迎回来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的第一期下集 换碟完毕 我们继续播放 数据显示 1994年 有64%的美国家庭 拥有了自己的住宅 而在2006年 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69% 与此同时 刺激贷款在新增房贷中的比例 也从1994年的5% 上升到了2006年的20% 当然 房价也再创历史新高 2006年3月 美联储与美国经济形势向好 经济发展 已经不需要货币政策方面的帮助为由 选择加息 此时 联邦基金利率 已经达到了4.75% 事实上 基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 从2004年中期开始 美联储就开始在年内 每次货币政策会议上 都加息0.25个百分点 此前的几次加息 市场还可以预测到 并随之调控 继续保持房价上涨的态势 但这次调整后 新发放的抵押贷 明显呈现减少状态 一由抵押贷款 因利率走高 难以实现再融资 建筑公司开始减少房屋的成见 而抵押贷款公司的利润目标 也无法再轻松实现 美国房价的上升速度 开始逐步放缓 2006年的5月和6月 美联储继续加息 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5.25% 并对外声称 房地产市场放缓速度 可能会加快 一个逐渐放缓的房地产市场 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 实现更加均衡和稳定的增长 但事实确实 当房价增速放慢 负债达到150%的 刺激贷款人的利息和本金支出 就立即出现了困难 根本不需要等到房价真正下跌 按揭贷款的违约率就开始上升 违约率上升 不但让贷款公司损失惨重 出于这个链条上的末端投资者 反应也很快 他们立即开始减少 资产抵押债券的购买 而末端需求的减少 直接导致了投行和贷款公司 减少了贷款及抵押债务债券的库存 贷款公司的放贷意愿减少 获得贷款难度增加 因此市场对房产的需求也开始下滑 而当越过了需求与供应的平衡点后 房价势必会下滑 果然从2004年第四季度起 房价开始回落 此时越来越多的人违约 无法偿还抵押贷款的事迹 开始建筑爆端 美国刺激房贷违约率 开始逐步呈现上升的状态 第一波敏感的投资者迅速抽离 他们不再对CDO产品产生兴趣 但此时的雷曼兄弟却无法撤退 被前期投入牢牢捆绑住的他 必须选择继续销售CDO以维持生存 而雷曼兄弟内部 对眼前的问题却很有信心 他们宣称 对处理固定收益债券艰丰富 也相信自己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能力 数据显示 2006年的美国次级贷款高达6400亿美元 约为三年前的两倍 金融公司对冲基金 手中以次贷抵押的债券 总值达到了1万亿美元 据统计 当时13%的刺激贷款已形成了坏账 这年年底 雷曼兄弟公司公布了年度业绩报告 金融时报分析后指出 其债券收入主要在欧洲和亚洲持续增长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这类公司的抵押贷款业务 是面向美国的低收入群体 现在他们将贪婪的镰刀 挥向了那些对金融衍生品一知半解的外国人 富尔德嗅到了风暴来临的味道 今年可能是市场崩溃的一年 在2007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抑郁中地 2007年 美国房价急转之下 泡沫破碎的日子里 美国人每天早晨睁眼就会发现 房价又下跌了一轮 2007年2月 刺激贷款发行量第二大的 美国新世纪贷款公司 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 同月 汇丰宣布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 亏损100亿美元 并额外增加了 美国刺激房屋信贷的准备金 70亿美元 巨头们身体例行地 向市场传递着不安的信号 在这种市场状况下 在3月的董事会会议上 雷曼兄弟公司的管理层 却坚定地向董事会表示 尽管刺激抵押贷款市场出现问题 但困难则代表着机遇 所以 公司决定采取反周期策略 也就是说 要在市场很差的时候 积极参与 以博取大笔收益 别人恐惧 我贪婪 对于富尔德这一计划 已在雷曼兄弟效力了26年的 首席债券专家 迈克·戈尔班德 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不断地督促富尔德 削减开支巨大的项目 劝其不要在这样的市场上 过度冒险 然而 他的意见在富尔德看来 就是不愿意冒险的保守心态 双方多次产生争执 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 与公司战略步伐不一致的 迈克·戈尔班德 在2007年5月 离开了雷曼兄弟 老战友走后 在反周期策略的规划下 雷曼兄弟开始押注 商业地产领域的大型交易 很快 富尔德的商业地产大师 马克·沃尔什 提出了并购房地产公司 阿克斯顿信托公司的建议 要知道 在马克·沃尔什的眼里 困境就代表着机遇 混乱就代表有序 他的思路是 如果房价下跌 那么买房人数就会下降 如果购买房子的人少了 而一个地区的人口总数 又不会因此减少 那么选择租房的人数就会增多 租房市场上公民应求 公寓类地产房价以及租金就会上升 如果这笔买卖做成了 雷曼兄弟将再次化危机为机会 并趁机赚上一笔 马克·沃尔什的猎物 阿克斯顿 是美国著名的 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之一 在全美和德国 拥有近350个住宅社区 8万6千套住房 尤其已开发曼哈顿、洛杉矶 圣弗朗·西斯科 华盛顿等大型都市的 高档高价住房出名 但受到次贷危机的殃及 业绩受挫不少 他分析认为 大型都市的黄金地区房价 并未受次贷影响而降低 预计还将继续上涨 如果在市场低迷之时 将如此优质公司的 不动产收入囊中 未来必定会身价倍增 最终 在马克·沃尔什的操盘下 雷曼联合纽约地产商铁石门地产 以每股60.75美元的价格 现金收购阿克斯顿 并同时承担所有阿克斯顿的债务 收购总额高达222亿美元 不过 雷曼和合伙人铁石门 只是各自出资2.5亿美元 融资5亿美元 也就是说 相对于222亿美元的收购总额 杠杆比率高达1.44 而剩下的200多亿美元 计划以杠杆票据 商业抵押债券 以及古本过桥贷款等形式 由多家投行一起融资完成 此次收购 只是一个开头 马克·沃尔什还决定带领雷曼兄弟 正式转战商业抵押债券市场 以此来应对次贷市场的危机 2007年 雷曼大手一挥 总共发行了600亿美元的 商业不动产贷款 比2005年增长了近100% 更是2005年和2006年两年的总和 其实 马克·沃尔什的战略 的确是在数据的支撑下做出的 2007年 当次级贷款的拖延支付和无约率 达到30%以上的时候 商业不动产贷款 无约率只有0.4%以下 接近10年最低水平 两者可谓是云泥之别 但现在来评判雷曼的战略转移策略 还为时尚早 商业地产这棵稻草 到底是来救命的 还是来致死的 答案还要几个月后才能揭晓 在当时 相信明天会更好的 除了雷曼兄弟外 还有美国政府 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 亨利·鲍尔森表示 次贷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博·南克 在美联储会议上表示 我们预期次贷市场 将不会给其他经济领域 或金融系统带来明显的溢出效应 可在华尔街 意料之外 总比计划之内的事情 来得更早一步 2007年6月 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家 CDO对冲基金 恍然倒塌 80亿美元 竹篮打水一场空 真正令市场不寒而栗的是 这两家基金 隶属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 贝尔斯登 那两年 它与雷曼兄弟业务重合度极高 双方在次贷市场 可谓是平分秋色 对冲基金崩盘后 贝尔斯登先后经历了 标普下调其债信评级 CEO引咎辞职 被投资者起诉等事件 其股价也开始跌跌不休 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 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2007年7月10日 标准普尔和穆迪 下调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 这个消息 直接震荡了全球金融市场 投资者迅速出逃 曾经抢手的贷款抵押债券和CDO 都成了弃儿 次贷危机 冲击了数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 花旗银行 因抵押贷款证券及其他贷款工具 造成损失15.6亿美元 随后 花旗银行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普林斯 引咎辞职 美林在刺激贷款及抵押债券等业务上 形成了高达79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造成公司第三季度整体亏损 高达22.4亿美元 创下美林93年历史上最为糟糕的业绩 随后 美林CEO奥尼尔 黯然离职 巨头摩根士丹利也宣布第四季度前两个月 已损失37亿美元 从2007年8月起 美联储多次通过调整贴线政策 鼓励出现财政困难的商业银行 向美联储借款 为了活下去 许多银行开始增发股票 并寻找海外投资者 当一切都处在了失控边缘之时 雷曼兄弟快刀斩乱麻 及时止损 在2007年6月 关闭了严重亏损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 全面剥离次贷业务 停止购入新贷款 停止发放新债券 据全公司之力 清空存货 忍痛断腕后 雷曼兄弟公司的重心 开始向股票资本市场部 和投资银行业务倾斜 并正式将主业务 从次级贷款 转移到次优级贷款 和商业抵押债券上 2007年 雷曼一共发行了 居民住房安街贷款 抵押债券1000亿美元 比2006年的发行量 减少了31% 其中 次优级贷款债券 已经占到了75%以上 在2006年时 这个数字还只是25% 同年 雷曼兄弟还发行了 600亿美元的 商业不动产贷款 比2005年增长了将近一倍 同时发行了近200亿美元 商业抵押债券 一系列及时的补救措施 让雷曼兄弟公司 扛过了充满动荡 与不安的2007 2007年年底 雷曼的股票 与2007年最高点时相比 只跌了16% 甚至连CEO富尔德 都坚定地表示 我坚决相信 金融市场的最糟糕的时刻 已经过去 我们挺过来了 但真正的考验 永远在后面 2008年3月 美国老牌投行贝尔斯登破产 这一切的根源 无非是源于贝尔斯登 在房贷抵押债务 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投资太大 加之其债务的杠杆比率太高 在次贷危机中 资产大幅缩水之后 客户处于谨慎 纷纷撤出资金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为了避免更大的系统性危机 美国政府通过救助计划 匆匆将其并入摩根大通 此时此刻 华尔街的巨头们 好似成为了一列多米诺骨牌 贝尔斯登就是第一张被推倒的牌 市场的恐惧 如瘟一般开始散播 谁会是下一个贝尔斯登 3月17日 周一开盘 号称与贝尔斯登 评分次贷业务的雷曼兄弟 成为了重视之地 人们快速卖出雷曼的股票 弃之如碧驴 这直接导致雷曼股价暴跌20% 上任不到6个月的雷曼新CFO 埃琳·卡伦 临危受命 她开诚不公地对外强调 雷曼完全不存在 将贝尔斯登 逼入绝境的流动性危机 并提醒投资者 雷曼是一个多元化公司 固定收益债券市场 虽受到制约 但其他业务的增长势头 仍保持强劲 如此迅速的公关手段 虽然让雷曼股票价格 回升了46% 但好景不长 质疑与攻击 很快就如洪水猛兽般 再次袭来 这一切都归功于做空专家 绿光资本的戴维·艾因·霍恩 所谓做空又叫卖空或者空投 是指股票投资者 在看跌某只股票价格时 通过抛售借来的股票 从而赚取差价的行为 戴维·艾因·霍恩 曾辛辣地抨击到 由于商业市场投资 在当时较少 雷曼兄弟公司 并购阿克斯顿信托公司的行为 使得人们对雷曼兄弟的真实价值 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艾琳·卡伦的公关发言后 戴维·艾因·霍恩 再次步步紧逼 指出雷曼兄弟本身 及其连续出现的异常良好业绩 令人担忧 在5月的一次公开场合 他称雷曼兄弟公司报告的数字 令人难以置信 雷曼是在用财务报表隐瞒损失 甚至他当天还宣称 绿光资本正在做空雷曼兄弟 他大声说 我要公开地说 这是一只值得做空的股票 我还将继续做空下去 话音刚落 台下观众全部愣住了 所有人目瞪口呆 几秒钟后台下沸腾了 之后 戴维的几次出手都稳准很 雷曼股价呈一路下挫之态 而与藏在隐秘角落里的 做空军队斗争 甚至成为了雷曼一项 长期且坚决挑战 除此之外 市场上不断涌现的谣言 也逐渐成为了 智雇雷曼的另一个枷锁 当初贝尔斯登覆灭后 其员工就曾多次表示 杀害贝尔斯登的凶手之一 是谣言 继贝尔斯登之后 雷曼兄弟公司 成为了下一个华尔街的绯闻男主角 市场上 先是谣传巴克莱银行 将以25%的折扣 收购雷曼 后又盛传 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已经停止于雷曼的交易 还有传闻说 CEO富尔德 打算协同雷曼的高层 将公司买下 并将其私有化 更离谱的是 就连华尔街各大交易大厅 都在窃窃私语称 在背后持续搞鬼 持续卖控雷曼兄弟股票的 是高盛 要知道 在华尔街 谣言永远拥有坚定的群众基础 在他们看来 谣言的出现约等于事实 辟谣则意味着主动坐实 所以 无论辟谣来得多么快 大众都宁可信其有 但隐秘的空投军队 和各类捕风捉影的传闻 着实是重创了雷曼的股价 为了稳住大局 富尔德开始对外展现出 一副更为积极乐观的模样 他不断向大众讲述 雷曼兄弟良好的状态 但没想到的是 这却又助推了一波市场的抛售热潮 大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应用而入 抛售雷曼股票 从4月29日到6月10日的两个多月里 雷曼股价从每股46.57美元 跌至每股17.3美元 跌幅超过60% 6月雷曼兄弟公司报告显示 当即亏损28亿美元 这是自1994年 作为独立公司重新经营以来 首次出现赤字 甚至当初雷曼兄弟的救命稻草 自由级贷款和贷款债券市场 很快也崩溃了 拖延付款比率开始直线上升 让雷曼兄弟根本毫无应对之法 再加上当初在反周期策略下 马克·沃尔什 寄希望于通过购买商业不动产 解救雷曼与水深火热 但实际上 雷曼在最高点花天价完成交易后 商业地产的价格就开始急剧下降 他计划将阿克斯顿公司拆分成块 卖出赚钱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当初为完成收购做出的巨额借贷 完全无法套现 这直接令雷曼的债务压力大增 而这些年 雷曼兄弟在地产领域不计其数的投资 到头来都成为了雷曼兄弟的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最终 他们成为了雷曼资产负债表上的毒资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进入7月后 一切开始失速 媒体率先丢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7月10日 CNBC报道 事先让最大固定收益资产投资基金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和著名对冲基金 赛克资本相继减少了 给予雷曼的信用额度 所谓信用额度 是华尔街公司之间 为彼此设定一些短期拆借 或者其他业务往来 所需要的信用额度和信用期限 而当交易对象出现信用降级 或者其他非常严重的信用风险时 客户和交易对象才会选择 减少或者停止交易往来 所以 信贷额度减少的报道 等于在告诉大众 雷曼兄弟公司有问题 报道发出当天 不仅雷曼股价暴跌12% 雷曼的信用违约掉期利差 也开始飙升 信用违约掉期 是一种保险性质的金融衍生品 是买方向卖方支付的保费 信用违约掉期的卖方 这个买方向卖方支付的保费 则是信用违约掉期的利差 举个例子 假如有100个客户 每人向A银行借100万 7000一年 A银行为了防止出现违约情况 就想购买B投行的保险 并表示说 这些人当中 可能会有大约3%的违约几率 那此时B投行要收多少保费 才能稳赚不赔呢? 按照3%的违约率来算的话 意味着B投行 明年需支付给A银行300万美元 假设利率每年为3% 那么 也就是说B投行 才会保证亏损不会发生 当然B投行为了赚钱 肯定不会仅收291万 它可以将价格往上加 赚上个一笔 看上去是一个完美的交易 但当保险公司承担了 超过总资产的保险时 一旦信用违约事件连续爆发 出现大规模要求偿付的现象时 风险就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2008年6月 雷曼的5年期债务的 信用违约掉期利差 还低于300 也就是说 要为1万美元的该类债务买保险 只需支付不到300美元 然而在之后的不到三个月时间里 这个利差一路上扬至700 黄粮梦醒后 一切天翻地覆 雷曼飙升的CDS利差 让本就草木结冰的合作伙伴 开始加速出逃 这样一来 短期拆解渠道受阻 直接导致雷曼日常业务运营 和每日庞大的交易所需资金 受到严重威胁 甚至 作为金融巨头 再怎么没钱 也不能使用美联储 对投资银行开放的特别贴线窗口 因为伸手要钱 就是在向世人证明 韩国一家国营的银行 韩国产业银行 提出收购雷曼兄弟一大部分股份 同一时间 对雷曼兄弟抛出橄榄枝的 还有中国的中信证券公司 中东的两家主权财富基金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 以及英国汇丰银行等 但希望破灭得很快 在韩国金融监管机构 对这桩交易提出批评后 韩国产业银行立即打退堂股 而其他有意向的交易者 也都以各种理由先后撤退 其实在一切恶化之前 富尔德还曾积极地求助于巴菲特 据说巴菲特接到富尔德电话的当晚 就立即在办公室 研读了雷曼兄弟的年度财务报表 他每发现一个问题 就会在封面上记下问题所在的夜码 等报表读完后 封面上早已是满满的夜码了 于是巴菲特拒绝了富尔德的所有请求 死神一惊在雷曼兄弟的头上 收起了倒计时秒表 但雷曼兄弟仍在急里掩饰自己的崩溃 甚至在电话会议上 还斩精截铁地向投资者保证 自己根本不需要新的资本 事实却是 此前一天 雷曼的管理人员刚刚计算出公司 需要至少30亿美元新鲜资本 此外 雷曼坚持认为 自己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估值是合理的 但外界声音则非常一致 认为其投资组合估值过高 高出了至少100亿美元 9月10日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 对雷曼发出了降级警告 穆迪宣称 如果雷曼不能在短时期内 找到一个很强的战略投资合作伙伴 目的将大幅降低雷曼的信用评级 很有可能从目前的A2降为3B级 一个级别的降低 就将导致雷曼向交易对象 补交26亿美元的额外资产抵押 而两个级别的降低 将意味着 要另外再补交13亿美元的额外资产抵押 这表示 雷曼的交易对象 可以向雷曼要求额外的资产抵押 从而进一步大幅提高融资成本 信用降级的连锁反应很快就来了 同一天 作为雷曼及其客户之间的中间人 摩根大通要求雷曼提供50亿美元的额外抵押品 既容易出售的证券 为摩根大通客户所扯雷曼贷款头寸提供保护 这一釜底抽薪的操作 彻底撕开了雷曼所有的折修补 客户蜂拥而上要求撤走资产 终结与雷曼的合作 并将资金大规模转移走 资金挤兑热潮 立即使雷曼的资产在短期内下降了63% 富尔德不是没想过自救 在雷曼兄弟的自救计划里 包括将把近300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资产 分拆给股东 把年度派息从每股68美分 削减至5美分 以及出售部分投资管理业务等措施 但那时一切都已回天乏术 9月11日收盘时 雷曼兄弟的股价已经跌到了4.22美元 只有2月的7% 两天后 美联储紧急召集华尔街各大投行 和金融机构的头头们 共赴美联储大楼 商讨如何救助雷曼兄弟 当时雷曼公司股票 因大量抛售 激进清零 等到星期一市场开盘后 雷曼兄弟非常可能破产 于是一场长达48小时的会议开始了 主题非常明确 如何挽救雷曼兄弟 9月14日晚上 会议暂时达成一个共识 由高盛 摩根士丹利等 在场的各大投行 组成一个财团 总共出资550亿至600亿美元 购买雷曼的问题资产 然后由巴克莱资本 通过和美国银行 进行形式上的竞拍 收购雷曼剩下的这部分良好的资产 但美联储表示 拒绝向在场任何机构 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 或者担保援助 之后 巴克莱资本 请求英国政府方面的担保 也被拒绝 借美联储如此态度 巨头们也都扭头而去了 没人傻到 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市场里 斥巨资 救自己的竞争对手 破产成了如今唯一的选择 之后 雷曼兄弟管理层 与破产事务律师米勒一起 在大约5个小时之内 准备好了申请文件 2008年9月15日凌晨1点 负债超过610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 宣布申请破产 美国百年老牌投行 在华尔街屹立了158年的雷曼兄弟 寿终正寝 永远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角 此后 人们提起雷曼兄弟时 只会说 他铸就了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投资银行破产案 更讽刺的是 灾难愈演愈烈时 美国政府救助了 这是一种将伴随我余生的痛苦 每当我看到政府采取非常规措施 挽救系统内的其他公司时 就对政府 没有同样对待雷曼感到无法理解 或许只有我到死去的那天 我才明白为什么 对于美国政府 为什么不伸出援手 市面上有多种解释 一种说法认为 在雷曼危机前 美国政府已经救助了贝尔斯登 然后对房利美和房地美 进行了国有化 如果此时再用纳税人的钱 来救雷曼兄弟 或许会引发公众的不满 而且还会让大型金融机构 将政府救援行为理解为 即使进行失败 也会有政府撑着 其次 使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 对此的解释是 与贝尔斯登不同 雷曼没有足够的抵押物 所以美联储无法向其提供借款 而美国财政部 不像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一样 拥有存款保险基金 可供自助支配 所以也无力拯救雷曼 还有一种说法是 当前全面挤兑已经开始了 雷曼兄弟的那些客户 以及具有专业知识的雇员 已经放弃了他 这种情况下 即使他支撑下去 也没有多少价值了 即便美联储给他贷款 依然挽救不了他 而且他的不良资产 最后只会烂在美联储手上 雷曼兄弟破产后 多米诺骨牌 开始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倾倒 同日 美联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 美国政府将AIG收归国有 越来越多的巨头 开始在破产的边缘徘徊 人人自危 成了市场常态 之后 经过了几轮激烈的政治博弈后 美国财政部 启动了资产救助计划 美联储相继实施零利率 和量化宽松的宽松货币政策 这个7000亿美元的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简单说 就是为缺乏流动性的资产 提供政府担保 必要时 政府会直接从市场购买 以帮助整个银行业脱离困境 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计划出台的那一周 倒指下跌了157点 在那一周内 总共损失了818点 无业游民 房屋赎回权丧失率 呈指数级增长 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住所 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 这场空前绝后的金融危机 席卷了全球 全球经济的扩张期 毫无征兆地停止了 新型经济体 在2009年急剧减速 增幅只有2.8% 而发达工业国家出现负增长 肉眼可见 世界从这一刻起 变得越来越糟 而当全球 还在长期承受着这场金融危机 带来的阵痛时 华尔街却早早回到了 纸醉金迷的原始状态 时间抚平一切后 命运还是出现了分野 有巨头永远推出了历史舞台 还有一些巨头 改头换面重新来过 不变的是 贪婪始终是美德 财富永远至上 投机主义也并不会因为雷曼之死 就此消亡 甚至 在最惨痛的2008年 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雇员 仍然拿到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分红 时至今日 华尔街还是那个华尔街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期见